我和我 想熬的倔强 我们共同大声的唱这一次 见过明星在演唱会上唱开的 但为了重粉 故习超时被罚款的 你见过吗 而这样的明星啊 不在少数 今天你想看了吗 走走 周杰伦的歌手手都是经典 以至于新场演唱会结束 粉丝还不愿离开 在上海摩天轮演唱会 周杰伦已经遗场 但全场粉丝还在大喊他的名字 最终周董经住着粉丝的热情 反场唱了一首七里香 这一首直接被罚二十万 朋友都说这能怕花得太直了 窗外的花圈 在天前感想口水 你说这一句 你说这一句 还有笑的反应 手中的权力 在身上海老卑微 我用几样子 希望你是我的谁 超过十二点八 要罚五十万 对对对 要罚就是五十万 好正经末 他们有说不能唱到几点 所以唱到四点也是五十万就对了 十月天是许多人的青春会议 而他们为了表达对粉丝的爱 更是经常在演唱会加班 零九年台北小处在演唱会 本来唱完已经离场 但现场粉丝的呐喊太热烈 为了能多唱几分钟 不须被罚五十万 不要让粉丝不足的野人 甚至唱的工作人员都拉闸 不愧是亚洲第一天堂 带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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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dort 000 000 000 好 message 谢谢 支持时间你结束 你已超时20秒 OK 陈奕迅曾打破 红外超时最长的记录 2010年红客演唱会 Eason在台上完全点燃气氛 最后竟反常了 三次直到凌晨一点才结束 直接被罚了20万 不过为了粉丝 不过见性 Eason也是播出去了 我最后清唱送给你们 每次 每次 我真的要听 还继续 我可以教你 我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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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神张苏友出的多年 演唱会常常都是爆满 而他被罚款就想是加成变化 每次演出结束 总会有粉丝 他要不要继续了 也因此成了演唱会 被罚款次数最多的歌手 真的是实力充分哪 印象当下 很多现场演出都挺晚了 TLF成了舒适 它是希望疫情早点结束 战着歌手还没有退休 我们还能推得动 赶紧到机场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